体验一个神秘的探索旅程 在不受污染的大自然中 拥有着最洁净的空气 及最丰富的矿物质 而采集自大自然中的养生珍宝 其中有一项最珍贵 且受人尊崇的食材之一 便是燕窝 让我们开启一趟盼索的旅程 燕窝的来源 可追溯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的唐朝 当时燕窝被普遍视为 价值不菲及地位崇高的珍品 观燕窝的由来 是因为燕窝经常用来献给贵族和高官 以代表其尊贵身份 据说武则天便为了养颜而引用燕窝 五百年后 明朝把燕窝列为宫廷中的珍贵食材 今日这个旅程仍然延续 百年以来 燕窝被小心翼翼地采集着 这自然界的珍品取自于几种飞禽类 它们是金丝燕 主要在东南亚热带岛屿栖息的小型鸟类 爪哇金丝燕建构的燕巢 便是品质最高的白燕窝 这种燕窝非常地珍贵 大金丝燕建构的燕巢称为毛燕 那是因为燕巢中置入了较多的燕子羽毛 血燕窝则被认为吸收了岩壁中的矿物质 这些矿物质赋予燕巢一些浅红色泽 新鲜采集的燕窝 去加工清洗才适合食用 金丝燕选择竹槽在印度太平洋区域 为数有限的洞窟中 这些备受保护的阴暗岩洞与石灰岩洞 提供了最佳的竹槽环境 金丝燕一般需花上大约35天的时间 在岩石上织构一个碑状的燕巢 而这些是以金丝燕分泌的凝胶状的唾液所交织而成 执照管制的岩洞得以让采集燕窝持续下去 而同时不会危害到金丝燕的繁殖 这些燕窝通常在淡乙孵化 除燕以离巢后才被采集下来 另外有一些供应商会把房屋改造成燕巢屋 吸引金丝燕进入竹槽和繁殖 然而在进行高温杀菌过程中 这类屋燕窝非常容易破碎分解 这将会影响到产品安全及保存期限 所以从燕巢屋中所采集的燕窝较不适合大量生产 在白兰市我们只采用百分之百的纯正洞燕窝 完整保存大自然所赋予的天然精华 燕窝都是以人工细心的采集而成 为了采集燕窝 采集人员利用专属的攀壁技术 以竹架攀壁 而这也是世世代代的前人同样仰赖的攀壁技法 这是世代相传 有富传子的文化遗产 由于这项传承 让全球千千万万人 得以享用这大自然所赋予的养生珍宝